坦白的讲伊隆马斯克每次推出新款特斯拉机器人 都会激起公众极大的热情 究其原因在于在他们真正亮相之前 鲜有人相信拥有类似人类操作能力的仿生机器人 能够成为现实 然而特斯拉机器人的第三代已经彻底印证了这一点 在特斯拉2025年度股东大会上 伊隆马斯克公布了这款机器人的一系列改进和未来规划 如果一切顺利 特斯拉或许会在今年下半年 择机开始销售第三代特斯拉机器人 值得一提的是 新版本在模仿人类手部功能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而这恰恰是特斯拉长期以来致力于突破的关键技术领域 在机器人技术上处于仅能观察和执行基础动作的早期阶段 本期内容将深入剖析至少以下三个关键疑问 1.特斯拉为何将开发人型机器人置于优先地位 具体而言第三代机器人为何首先着重提升其操作技能 2.这款人型机器人有望从根本上颠覆人类的劳动模式 然而其潜在的代价是什么 又有谁能够真正承担得起其成本 3.第三代人型机器人将如何在性能上超越之前的型号 其所展现的能力是否与其投入的价值相符 欢迎来到特斯拉的世界 此前特斯拉通常着力于研发机器人的行走平衡 以及视觉感知能力 这体现在其前几代人型机器人上 例如第一代第二代以及2.5代 正如特斯拉在为其电动汽车挑选专用电池时 会优先考虑其稳定性能效和安全性一样 然而第三代特斯拉人型机器人的目标 远不止于简单的移动 而是要实现像人类一样精准的操控物体 正如埃隆·马斯克所透露 目前展示的仅仅是V-Fi版本的擎天柱机械手 而V-Fi版本将在操作能力上取得更显著的进步 正是这种类人的机械手 才是特斯拉长期以来追求的核心目标 但即使是埃隆·马斯克 也坦诚首部是特斯拉机器人 在制造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 公司可能需要投入高达70%的研发资源 专门用于攻克这款机械手的技术难题 特斯拉擎天柱第三代机器人突破人类极限 引领经济范式变革 特斯拉早期的机器人版本如第二代擎天柱 已经展现出相当拟人的灵巧性 然而要使其在医疗护理 日常家务或柔性制造等领域真正发挥效用 特斯拉急需一向划时代的进展 据业内消息 第三代擎天柱机器人有望彻底超越前代局限 其创新设计的首部可在全天候无休状态下 实现超高精度操 做和无与伦比的可靠性 这意味着它将能以MM级的精确度完成任务 且不会出现疲劳或颤抖 众所周知 机器人首部的功能是其能否真正取代人类劳动的终极壁垒 埃隆马斯克申明此理 尽管诸多公司已能打造出具备行走转向视觉和听觉能力的机器人 但能够拥有22个自由度提供触觉反馈 实现MM级精度并进行复杂动作协调的机械手 且无需为每个动作预先编程 这正是长期以来工业机器人被限制在重复性任务中的根本原因 特斯拉第三代机器人凭借其革命性的22自由度机械手 正致力于攻克这一核心难题 这一设计理念强调 Optimus Gen 3不仅能搬运物品 更将以人类甚至超越人类的精度执行操作 这将使其具备在诸多关键领域赋能的能力 无论是提供医疗护理 精准派发药物 执行微创手术 协助病患 还是熟练承担家庭主妇的职责 包括烹饪 清洁 洗衣 以及实现高度灵活的制造 它将能够自适应地抓取任何物件并开展工作 摆脱了传统固定式工业机器人对专用生产线的依赖 分析师指出 克斯拉正通过优先发展与人类比肩的灵巧性 从而在市场中构筑其独特的竞争优势 相较于其他机器人公司普遍聚焦于运动控制 计算机视觉 平衡系统和动力系统 马斯克则将核心精力投入到提升复杂 在多任务处理能力上 这清晰表明Optimus Gen3的设计初衷 是作为人类劳动力的有效替代者融入经济活动 而不仅仅是可定制的自动化机器 马斯克所展望的大规模生产力 并非源于那些仅仅会行走的机器人 而是源自搭载灵活机械手的机器人 他们将能完成人类双手所能胜任的一切任务 这才是最具颠覆性的经济驱动力 因此马斯克声称 V-Fi将实现质的飞跃 他暗示V-Fi已达到功能性的人形灵巧度 而V-Fi则将追求超越人类的精准度与可靠性 凭借超越人类精度的双手 机器人将能以机械级的严谨性执行医疗操作 实现全天厚无疲劳运转 胜任危险环境中的作业 并保持零误差的稳定性与精确的时间控制 从V-Fi到V-Fi的跨越 标志着机器人从简单的实用工具 向卓越经济机器的根本性转变 因此仅依赖有限操作能力的上一代机器人 似乎不足以支撑特斯拉机器人 真正成为人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优的解决方案或许在于 同步提升机械手与操作能力 同时采用高性能且成本效益高的传感器和机械部件 特斯拉似乎正通过其第三代机器人践行这一策略 那么这种超精密操作究竟包含哪些要素 为何它对于真正实用的机器人而言如此关键 详细阐释机器人的操作机制可能颇为复杂 特别是对于非机器人工程师的我们 从基础层面理解 可以将第三代机器人视为具备 如同人类般灵活的抓取旋转和协调物体的能力 然而这种简化解释未能充分揭示 第三代机器人首部设计所代表的巨大技术飞跃 这正是其核心所在 这款特斯拉机器人将彻底颠覆人类的工作模式 但第三代的成本会是多少 当前2.5版本已能自主移动 在办公空间内导航 自动充电并执行基础任务 但马斯克表示 下一代Optimus 3将带来真正的质变 他如此形容 当你见到它时 会以为是人穿着机器人外骨骼 马斯克确认 该机型将于明年第一季度正式亮相 与此同时 特斯拉计划每年对Optimus系列进行更新 预计第四代将于2027年问世 第五代则在2028年推出 公司的目标是每年发布新一代产品 实现显著的升级并达成生产能力的指数级增长 真正震撼科技界的是 马斯克透露的成本数据 他预估一旦特斯拉年产量 突破100万台单台机器人的制造成本 有望降至2万美元 若这一目标得以实现 无疑将彻底变革机器人与自动化领域 以如此诱人的价格 Optimus有望成为每个家庭和企业的理想伴侣 承担起从工业劳动 医疗护理 酒店服务到协助老年人或残障人士等多元化角色 马斯克还公布了史上最为宏伟的生产目标 计划在弗里蒙特工厂建立 年产100万台机器人的生产线 随后逐步扩容至1000万1亿 最终实现年产10亿台机器人 甚至可能将生产基地扩展到火星 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夸张 但马斯克坚称他并非言过其实 特斯拉正准备实现有史以来最快的规模化生产 这将是任何复杂大型产品生产的新记录 然而马斯克并非脱离现实的空想家 他承认要达到这种生产规模 特斯拉必须建设一座巨型芯片工厂 我们很可能需要建造一座巨型芯片工厂 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当数百万台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汽车都依赖高性能芯片时 特斯拉将无法继续依赖外部供应商 此举彰显了马斯克将特斯拉打造成半导体 与人工智能领域真正巨头的雄心壮志 马斯克坚信全球经济规模有望扩大10倍甚至100倍 这一愿景足以颠覆所有传统的经济模式 然而伴随这一承诺而来的还有无数挑战 生产数百万台机器人需要庞大的供应链 零部件软件网络安全以及严苛的成本控制 机器人可能取代医生 但同时也引发了伦理隐私和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特斯拉必须证明这项技术是安全透明的 其宗旨在于服务人类而非取而代之 因此我们希望帮助您更深入的理解 这款机械手的操控能力 至少它相对于第二代产品的核心优势 第三代机械手 究竟是如何超越前代产品的 其性能是否真正物有所值 简而言之 第三代机械手在机械结构和传感系统上 与第二代有着本质区别 第二代仅能抓取和移动简单物体 而第三代机械手则具备多关节控制和先进的触觉反馈功能 使每根手指能够精密协同运作 传递更丰富的感官信息 并以MM级精度执行任务 在精准度方面 第三代原型机已展示出超越人类的操作能 力它能持续执行重复性任务 而不会疲劳 保持完美的持续控制 并完成医疗操作或精密制造等复杂动作 这意味着第三代机器人 有潜力执行第二代无法完成的复杂任务 从而显著提升其实际应用的效率和实用性 更令人震惩 奋的是这项能力将为特斯拉机器人 真正参与经济活动铺平道路 从工厂车间到医院病房 它将能在无需持续人工监督的情况下高效工作 尽管我们仍需等待特斯拉正式发布第三代产品 以获取完整规格 但现有泄露信息表明 该机器人将实现至少与人类相当的操作精度 同时具备显著更高的可靠性和速度 尤为值得称到的是 第三代机械手将高精度与节能特性完美结合 使机器人能运行更长时间 且无需频繁维护 当然特斯拉将推出不同版本 其中高级版本预计将提供极致精密的操作能力 定价略高 面向追求最高精度 如医疗或高端制造的客户或企业 正如前文所述 第三代机械手实现了超越历代技术的重大飞跃 这位特斯拉带来了巨大的竞争优势 助其在人形机器人竞赛中遥遥领先 事实上 每只第三代机械手无需逐向编程 即可执行数千种不同的动作 大幅节省了时间和成本 这听起来或许复杂 但在大规模生产中 这种效率将彻底改变机器人 在日常生活与制造业中的应用方式 开启真正多工 能机器人的新时代 此外 特斯拉机器人第三代的首部机构与机械材料 展现出极高的耐用性与环保特性 关节与机壳中回收材料的占比极高 其能耗仅为使用原生材料时的约5% 从而大幅降低了大规模机器人生产的碳足剂和环境成本 第三代机器人的力传感器与控制机制 采用化学惰性及耐高温设计最高可耐受200摄氏度 彻底消除了连续运行中因过热或故障导致的风险 这是前代机器人仍面临的难题 特斯拉实验室测试表明 第三代机械手能在冲击挤压及强振动等极端条件下保持精准操作 且不会产生过热或精度衰减现象 凭借5-85摄氏度的宽广工作温度范围 第三代机器人几乎能在任何环境下高效运作 从北欧寒冷的工厂到中国高温潮湿的仓库 这种卓越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不仅保护了机器人本身 更有效降低了维护成本和运营风险 使其成为寻求部署多功能机 器人的企业的理想选择 当前人型机器人面临的最大障碍 在于多任务操作时的操控速度与快速恢复能力 第三代机器人凭借全新设计的机械手与控制器实现了重大突破 它能在极短时间内提供极快的反馈与运动响应 使机器人能够高效且无中断地执行一系列复杂的任务 当然这些数据基于圆形机测试阶段 但它们充分展现了第三代机器人持续作业的真实潜力 凭借升级的控制器 其实际操作速度可达到家庭制造业或医疗场景中任务完成的最有水平 仅需数秒即可完成重复性动作 虽然尚未达到理论极限的绝对急速 但第三代仍能以远超前代的速度和精度运作 我们相信这种快速且安全的操作能力 有望消除机器人部署面临的最大心理障碍之一 即关于真实环境中可靠性与效率的担忧 企业与用户在考量人型机器人时 其核心顾虑之一在于维护成本与使用寿命 在传统机器人中 这些成本可能占总拥有成本的相当比例 导致客户担忧长期支出 我们并非主张第三代产品完全无需考虑维护问题 然而根据测试数据 第三代机器人最显著的优势在于 其卓越的机械寿命与耐久性 第三代机械手及结构部件采用高品质 耐磨且化学稳定的材料 有效降低了机械故障及长期性能衰减的风险 前代机器人的关节与四伏电机 一出现打滑或磨损导致操作精度下降 第三代产品通过优化设计与材料 显著减少了此类问题 即使连续运行数千小时仍能保持可靠性 没有机器人能永恒运转 但多项测试表明 第三代产品可实现10、0、0、0小时的高效连续操作 相当于工业或家用服务环境下超过10年的使用寿命 相比之下 前代机器人通常仅能实现约3500至4000小时 或3至4年的连续运行 对用户和企业而言 这意味着更低的维护成本 更高的可靠性 以及优化的总体拥有成本 所有这些特性都巩固了第三代作为多功能耐用类人 机器人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真正的实用价值 然而 当前特斯拉 机器人在极寒环境特别是零下20摄氏度以下作业时 其操作性能和触觉反馈会显著降低 这将影响其在北欧 加拿大或美国北部等寒冷地区精确执行任务 并保持作业速度的能力 测试显示 当温度低于零摄氏度时 第三代机器人的力反馈速度和手指协调性显著下降 在冰冻条件下完成精细任务的能力 可能额外降低10%至20% 对于注重效率与可靠性的企业和用户而言 这可能引发实用性疑虑 尤其相较于几乎不受寒冷天气影响的人类而言 以上便是我们关于第三代机器人 在极端环境下操作能力的全部信息 这一突破性进展 或将彻底改变我们对人型机器人 在日常生活与工业场景中实用性的认知 但需强调的是 所有结论目前仍属初步阶段 我们必须等待特斯拉机器人第三代正式发布 才能获得其真实世界表现的完整准确图景 根据现有信息 第三代无疑实现了重大飞跃 完全契合特斯拉 让人型机器人更贴近日常生活与工作的使命 当然首部操作能力仅是故事的一部分 要是第三代机器人真正成功 特斯拉必须赢得用户认可 这不仅需要先进工程技术 整体设计控制软件 智能操作体验 还需要通过消除多余机械部件等关键手段 最大限度的降低生产成本 在控制生产成本方面 根据泄露的原型机信息 第三代机器人淘汰了前代产品中 若干昂贵的机械部件 采用更简洁的设计方案 同时仍能保持技术精度与美学效果 这一变革在降低制造成本的同时 保留了特斯拉追求的精细灵活的操作能力 数十年来 当人们想象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时 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科幻电影中 那些能在未来厨房里行走 交谈并端早餐的形象 但现实中这个梦想始终遥不可及 想象机器助力在厨房制作三明治 或打开冰箱取饮料的场景 几乎曾被认为是荒谬可笑 烹饪与清洁不仅需要力量 更要求灵巧性 适应性及人类手部精细的运动控制能力 这正是最先进机器至今难以复制的领域 在过去一年间 Optimus在特斯拉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的研究中心 接受每日20小时的训练 其革命性之处在于学习方 是不同于传统机器人依赖逐航编程 Optimus通过模拟到现实的方法自主学习 如同人类通过观察和实践来学习 他能观看教学视频 观察人类制作三明治或擦拭桌面的过程 然后在虚拟环境中复现这些动作 在模拟中他会犯错分析错误 并逐步改进直至达到近乎完美的表现 这种持续学习循环 使Optimus Gen3能每日掌握新任务 从准备早餐清理餐桌到整洁的整理厨房 特斯拉第三代机器人Optimus问世 您会如何运用它 让生活变得更精彩 更进一步 您又愿意为这位未来伙伴投入多少预算呢 我们热切期待您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畅所预言 分享您的独到见解 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 为了确保您能第一时间 获取所有重磅特斯拉更新 和我们的最新动态 请务必立即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通知功能 要知道激动人心的下一期内容 仅剩两天就将揭晓 如果您对特斯拉电动车 或机器人领域的更多精彩资讯充满兴趣 请不令点赞支持并分享本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创作的动力 我们期待在下一期精彩视频中 与您再次相遇 感谢观看